在很早的时候 他就喜爱书画 与很多书画家有密切的往来 有一年他出题出为 《乱山藏古寺》 还有出过《竹所桥边卖酒家》 如何严格的教育 除了学习绘画 还奸习哪些课程 连严肃的科举制度 也完全是考察考生的艺术细胞 而且亲自出题 在记载当中有过这样的例子 有一年他出题出为《乱山藏古寺》 还有出过《竹所桥边卖酒家》 也有出过像《野水无人渡》 《孤舟近日恒》 什么样才是最好的呢 我们看看他取得最佳人选 是什么样的创作方式 《野水无人渡》 《孤舟近日恒》 很多的画家都在《无人》上下功夫 比如说画一条空船停在岸边 或者是画上水鸟立在水中 周空放着 但是被拔为第一名的人 不是这样想的 他画一个周子躺在船尾 手里握了一把笛子 取的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划船的人 他躺在船上 慢慢地吹着竹笛 悠扬的笛声 在水面上荡漾而开 于是我们想见的呢 是一份悠闲 是一份义趣 于是你就知道 因为没有人 周子才会这样的闲时 所以画院的所谓的取式标准 我们就可以清楚了 就是取那些比义减权 利益高原 这样的画作 作为最佳作品 还有主所桥边卖酒家 很多人呢 要画酒家 要画呢 山中呢 这个露出了 一个酒家的建筑 但是真正画得最好的人 也是后来呢 到了南宋 跟着一起去了临安 成为南宋 山水画的开派画家的人 李唐 他是怎么画的呢 他画的呢 是画了一个竹林 一片竹林 上面呢 露出了一个酒帘 酒帘上面呢 写了一个巨大的酒字 让我们通过这帘 望到竹里 想象呢 有一个酒家 酒香在竹林上空 荡漾着 飘着 吸引着我们的目光 引发我们的想象 那这是呢 他认为最佳的作品 也就是这样 他为画院呢 选拔了一大批 优秀的画家 使得呢 宋徽宗的宣和画院 成为中国古代画院的 最好的时期 最龙盛的时期 也是人才最寂寂的时候 徽宗不但自己创作 还深入挖掘古今的绘画名品 他这一点给我们后人 留下许多宝贵的财富 徽宗呢 喜欢书画 医生呢 酷爱这个绘画艺术 那么据说呢 他后来被金兵俘弱走了以后 听到呢 说宫中的珍宝被抢了 不动于衷 宫中的财宝 被拿走了 没有什么反应 包括宫廷中的 这些后妃们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 从人们都被掠走了 他也没有太大的反应 但当说到 他珍藏多年的这些书画 也被掠走的时候 仰天长叹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呢 这书画的情节 在他心中 大概远远高于帝国的位置了 他在位期间呢 为自己的这一个爱好 倾尽了权力 或者我们说 倾尽了大宋的国力 他在位期间 曾设过花石缸 所谓的花石缸 就是从民间 搜刮所有 可观可看的 一草一木 那么进一步呢 还派很多的人 在全国呢 搜罗书画 他在位期间 古代的很多 名画 法帖 进归宫中 当然 徽宗也没让这些画 进了宫中 就素质高阁 他 网络了一大批 画家 《名士》在宫中 在宫中进行品地编窜 这就最终形成了 宣和瑞兰集 宣和瑞兰集 一共收有作品呢 是一千五百件 它分为十四门 那么收录的作品呢 尚有三国时期的曹不兴 下边呢 就一直到了五代时候 最著名的花鸟画家 黄泉的作品 宣和画谱 一共呢 注录有二百三十一人 其中呢 作品是六千三百九十六件 把这些作品呢 分成了十类 那么这部书 应该说呢 是中国古代 对宫廷收藏的绘画 进行品地分类的 第一部书 而且呢 它对画家的史料 记载的也非常详实 所以呢 它就成为我们研究 古代的时候绘画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参考性的资料 我们现在很难考证的出来 说到底是由哪几个人编窜的 那我们从书中 有一些记载文字的不同 行文方式的不同 以及呢 对一些问题的 稍显矛盾的说法上 我们可以知道 大概不是一两个人 三五个人 可能是一大批人 他们辛勤努力地接近 宋徽宗的另一个贡献 就是重视画院的发展 关于画院 进入后 受到如何严格的教育 除了学习绘画 还奸续哪些课程 课程是根据什么排的 为什么学生分室流和杂流两种 还分摘居住 徽宗画院这个开科取师啊 小经呢 就略短一点 等到入学了之后呢 也是按这个来分 按这个来分 进行教学 总体上来说呢 他入学之后呢 用我们今天的画讲 他是学两样东西 一个是文化课 文化课里边呢 还包括经文啊 包括格律啊 这些东西 那么还有呢 就是这个技法课 技法课呢 当时叫画艺 画艺 它分成了六个科目 山水啊 人物啊 佛道啊 乌木啊 这个花木啊 等等 这样来分 分成六个科目 分门别类 进行呢 这个学习 那么这些画家呢 在画园当中学习呢 宋慧宗还是为他们 提供了非常好的学习条件 这些条件呢 在今天我们的美术学院 可能都做不到 他把宫中收藏的这些 法术 名画 每隔十天 就会拿出来 两三轴 给这些学生们 当场临摹 并且呢 自己亲自下场指点 同样是花鸟 在它的笔下 却千姿百态 无一雷同 下面为大家介绍的是 它的公笔花鸟画 文 武 勇 人 信 看看这还是鸡吗 那俨然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 照其所谓典雅农历 诗意画意 具显上乘 米笔 米笔 人称米颠 常常会有一些 近似于癫狂的行为 抱着那个船的栏杆 然后就跟他讲 说你给还是不给 朋友说 这不给啊 他说你真的不给 他说真的不给 于是米笔呢就说 好 你不给 你不给我就跳下去 我们就可以这样来读 叫天下一人 天底下 他是第一人 除了天之外 那就是他了 所以他要这样签署 天下一人 在中国历代封建皇帝中 北宋皇帝宋徽宗 堪称帝王艺术家 下面为大家介绍的是 他的宫笔花鸟画 同样是花鸟 在他的笔下 却千姿百态 无一雷同 他绘画的最大特点是 注重写生 以金弓逼真著称 明经传说 他有画龙点睛的本领 鸟眼看上去好像在转动 生动传神 栩栩如生 存世画迹 有芙蓉锦基图 池塘晚秋图 雪江归兆图等 宋徽宗特别喜欢画花鸟 为此他收集了 全国各地的花卉真情 他笔下的真心艺鸟数量不少 但在绘画表现上 却毫不相同 各具新意 这幅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梅花绣颜图 描绘的是绣颜鸟 绣颜鸟通常被地方作为贡品 寄献给皇宫中 这幅梅花绣颜图 长24.5厘米 高24.5厘米 在篇幅不大的方形圈面上 画出梅树的局部 树叉横斜交错 姿态颇多变化 枝头上的梅花 有的展翅怒放 有的欲开未开 更有不少稚嫩的花蕾 分布于枝头 梅枝上 落着一只绣颜鸟 正张着嘴鸣叫 十分可爱 绣颜鸟 灰胸白腹 小鸟的特征 被刻画得十分精妙入微 这幅《蜡梅山情图》 现藏于台北故宫 也是一幅 以蜡梅绽放着美丽的花朵 指尖有黄蜂飞动 两只白头翁 以微于枝头 梅枝舒朗 蜡梅的柔朗 白头闭目 相互亲一姿态 情景较容 两只白头翁 一只朝前 一只转头 并肩栖息 与蜡梅的宫形枝干上 白头偕老的美好寓意 含蓄生动 这幅名画的珍贵之处 在于画下方的一首 五颜小诗 山琴精一态 梅粉弄轻柔 已有丹青月 千秋至白头 字体端撞 诗的意义更是引起了许多有趣的争论 有的专家认为 山琴是一种名叫白头翁的鸟 象征长寿 娇柔冷香的蜡梅 暗喻徽宗皇帝心仪的女子 丹青月 是说风流皇帝徽宗 以此绘画 表达他和这位女子 永不分离白头到老的誓言 可台北故宫书画专家 却提出 诗中的丹青 指出的是绘画艺术 白头一语双关 在指画中白头翁的同时 还表达着宋徽宗 愿和丹青绘画 缔结终身之约 千岁万岁 直到白头的心境 整首诗 抒发了这位书画皇帝 热爱绘画的心声 鹦鹉加上杏花 也是宋徽宗笔下的一种画鸟画 这幅珍贵的五色鹦鹉图 现收藏在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一只鹦鹉 齐立于杏树之头 鹦鹉的特点是色彩华丽 宋徽宗 以细腻的勾勒 明丽的腹色 精细生动的造型 表现了鹦鹉的艳丽色彩 和羽毛的质感深度 以及悠然自得的神态 杏花 是北宋公园中长植的画木 乌色鹦鹉图中 杏花枝刹舒展 繁华怒发 此图让人观之 如智山鱼历日和煦的明媚春光之中 富有浓郁的富贵气象 除了花鸟 宋徽宗也喜欢画鹤 现场辽宁省博物馆的锐鹤图 是宋徽宗召集音质玉笔画 构图和技法拒接精道 构图中一改常规花鸟画传统方法 将飞鹤布满天空 一线乌眼既反衬出群鹤高响 又赋予画面故事情节 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次大胆尝试 绘画技法尤为精妙 图中群鹤姿态百变 无有同哲 赫申粉化墨血 精以生气点燃 整个画面生机昂然 说到题字上 宋徽宗的书法可是开创了一派 他创造的字体叫做寿金体 书法别墅一致 可以说一直到今天 他的这个书法都是独具个性 很难有人诗成 他的字我们一看就能够认识 这个字体挺拔 飘逸 秀金 流传下来的作品呢 像寿金体的签字文 这都是呢 中国书法史上最精致的作品 他的这个字啊 之所以能够写成这样 其实呢和他的画应该说是有关系 他所用的笔和通常写字的人用的毛笔是不一样的 他用的笔呢是用的画笔 于是呢你会发现他的那个字 每一个字的解体以及其笔 给人一种挺拔的 富有变化的这样的一种特点